对于十二生肖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说法,而关于生肖蛇,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一床不睡二蛇,但是却并不明白其中的意思。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说法有什么寓意,为什么一床不睡二蛇,为什么一床不睡二蛇,以感情不合,所谓的一床不睡两蛇。 意思就是,生肖都鼠蛇的两个人不适合结婚组建家庭,如果生活在一起,必然会引来一场灾难。 因为鼠蛇人本身性格比较冷漠自私,属于只顾自己,不顾其他的一类人。 他们的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,从来不懂得顾全大局,也不愿为别人做出牺牲和让步。 如果两个同样自私的人在一起,那么婚后的生活状态可想而知,在相处的过程当中,必然会出现数不尽的矛盾和争吵。 对于一段婚姻来说,频繁的争吵会严重破坏家庭的和谐,不仅会让两个人都感到无比的痛苦,同时也会给其他家庭成员带来数不尽的伤害。 一,事业不顺,生肖蛇与生肖蛇,如果结婚生活在一起,事业发展也会呈现得格外波折,因为家庭关系不合,经常为这些家庭琐事苦恼,根本就没有办法把心思和精力用在工作当中,事业自然会受到影响。 再加上鼠蛇人害怕吃苦,没有远大的格局,遇到困难的时候,也得不到另一半的帮助和支持,久而久之,事业会经营得越来越困难。 特别是做生意的家庭,可能会面临破产以及转行的局面。 一,财运不佳,生肖都属蛇的两个人结婚组建家庭,对财运也是非常不利的,因为这个属相的人本身花钱大手大脚,爱慕虚荣,喜欢攀比,不懂得为以后做打算。 当他们结婚之后,花钱的速度更加夸张,再加上工作不顺,收入各方面不太理想,将会导致经济状态呈现得越来越糟糕。 鼠蛇人对金钱特别向往,而且有些贪婪,总是想着不劳而获,走捷径,而这样的心态必然会给家中带来很大的灾难和麻烦。 所以,两个鼠蛇人组建家庭,经济情况大多会比较糟糕,想要过上稳定的生活是比较困难的。 鼠蛇人的最佳婚配,生肖蛇与生肖猴是比较般配的一对,鼠猴人表面上看起来大大咧咧, 没心没肺,对很多事情都表现出一副很无所谓的样子,其实他们是很有上进心和拼搏精神的一类人。 这种强烈的反差会给鼠蛇人留下极好的印象,在他们心里,鼠猴人会是与众不同的存在。 鼠猴和鼠蛇本身是陆河的关系,这两个鼠香从情感方面契合度极高,在其他人看来,他们身上都有很多缺点,但是彼此却能从对方身上看到令自己欣赏的地方,在日常相处的过程当中也能做到迁就和忍让彼此。 如果二人结婚组建家庭,对二者的运势都会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,将来不管是事业,感情还是其他方面都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 所以建议鼠蛇人在选择婚恋对象的时候,可以优先考虑鼠猴人。 老师在这里,特别提醒亲爱的朋友,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老师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人这一生就像是一个不断爬楼梯的过程,越往后越感觉到累。 特别是爬到中间的时候,前不见归途,后不见退路,特别迷茫。 孔子有言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。 在今时今日,很多人到了五十岁也都特别迷惑。 至于知天命,那更是天方夜谭,没有几个人能够知天命。 到了中年期,普通人就该修身养性,学会三省无身了。 唯有时刻反省自己,发现自己在哪些方面有问题,才能更好地趋吉避凶。 《红楼梦》第四回,趋吉避凶者为君子。 真正有本事的人,不会任由祸患降临,而是选择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改变当下的现状。 或许,一切都是在人为。 人关四门,余生大吉。 奔武后关掉这几扇门,余生就顺了。 一,关掉物欲横流的大门。 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,无数人都是物欲横流的人。 难道说,世界是什么样子,我们就要变成什么样子吗? 这是不一定的。 在物欲横流的世界当中,普通人更应该知足常乐,降低欲望来活着。 要知道,欲生而怨重,怨重而命衰。 欲望太多了,就会让人相互攀比。 那些在攀比当中落于下风的人们,就会相互怨恨。 如此争斗来,争斗去,不过是命潜伏薄罢了。 生活中有很多人,认识不到这一点,就过度放纵自己的物欲,认为自己要住别墅,开豪车,存款百万,名利双收。 可以做得到,自然是好事。 可如果做不到,那就不要胡思乱想了。 做人,活在当下,比活在幻想当中更有益处。 人之欲望,就像是高山上的滚石,一旦翻滚,就停不下来了。 要留心。 二,关掉过分算计的大门。 醒世歌中有言,人从巧计夸伶俐,天子从容定主张。 一个人,再怎么聪明伶俐,也还是逃不出老天的掌控。 人哪怕有千算万算,也不及老天一算。 什么算计,什么谋划,都不过是自以为是罢了。 年轻的时候,城府深一点,搞点算计,问题不大,至少年轻人什么都要尝试一遍,做人生的加法。 到了中晚年,就要反过来了,做人生的减法。 老子认为,反扑归真。 大致意思是,人们要从复杂变得简单,要从虚伪变得真实。 我们所缺乏的,不过是真善美罢了。 活在尔虞我诈的环境当中,未必就是幸福的。 活在相互算计的生活当中,未必就是快乐的。 实现快乐的最好方式,就是当一个真实且简单的人,以自得其乐,利人利己为原则,去更好地度过这一生。 三,关掉远相近臭的大门。 绝大多数人都有一种扭曲的心理,远相近臭。 所谓的远相近臭,就是说人们都认为亲人不好,外人才好,重心都偏向于外人,而不偏向于亲人,胳膊肘往外拐。 身为丈夫,你为家庭付出了不少,还劳心劳力,大半辈子做牛做马,算是很不易了。 但是,你的另一半嫌弃你赚不到钱,没有别人家的丈夫好。 身为妻子,你为家庭付出了半生,什么苦都吃过了,但你的丈夫不体谅你,你的婆婆也一直挑剔你,还觉得别人家的媳妇好。 如此,你就觉得受委屈了。 总觉得外人好,就会让身边的亲人心寒。 说到底,远相近臭的心理,就是一种不分轻重的心态。 其实,我们只需要想明白一个道理就好,外人再好,也不会对你好。 亲人再一般,也总是向着你的。 如此,该对谁好,不就一目了然了吗? 四,关掉心态暴躁的大门。 人活一世,所需要的,不仅是丰厚的物质,还应该是健康且平静的心态。 平静的心态,听起来很简单,可培养起来,那就特别困难了。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静以修身,简以养得。 在这个人心急躁的年代当中,要想静下来,那是不太容易的。 首先,你会被身边人的急躁所影响。 其次,生活的节奏打乱了你的步伐。 漫画作家朱德雍说过,周围所有的东西都在增值,只有我们的人生悄悄贬值。 世界一直往前奔跑,我们紧追在后,可不可以停下来喘口气,选择自己而不是大家。 这番话,可谓是道出了人生的真相。 我们都选择一直往前跑,一直逼迫自己去做不喜欢的事,为什么就不能放过自己,让自己慢下来呢? 人,不能一直活得跟陀螺一样,而应该有自己平静生活的时间。 所谓心静自有快活日,急躁只剩败亡时。 是静,还是急,只能看我们自己的选择了。 以上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